就講解一下換水 該注意一下 換水的部分 我們整個水槽 就是連水槽整個一起拿起來 就是不要 不要在這邊就先把 就是機器 這個分開 那如果 不小心水有溢出來 碰到機器的 旁邊前面面板 這邊都沒有關係就是水 衛生紙直接吸乾就好 那它如果有 就是從中間這個H桿 中間這邊留下去的話 第一個就先 直接拔插頭 對,插頭先拔起來 那盡量就是用衛生紙稍微去吸一下 那靜置 就是先把它放旁邊 靜置大概三到四個小時 那之後再復電 開機 如果不能開機再通知我 差不多這樣 搬的時候不要 然後 就是搬的時候 可以拿前面 拿後面前面旁邊 那我們不要去壓中間這個H桿 對 就是可以拿旁邊這樣 那不要去壓這個H桿 這個H桿加這個架子最重 就是不包含這個架子 最重是1500克 1.5公斤 好 好 那 需不需要再 不然再量測一次 可以啊 我們把這個 好 那校正的話 按一下左邊的 功能鍵 裡面有個Colipation 按一下 照著圖示 就是他先 就是請你將 不要將法碼放上來 好 那等到圖示顯示 將法碼放上來之後 好 我們將法碼放上 他會自己選到1000 那這個時候盡量就不要碰桌子 因為這個桌子比較軟一點 好 那他顯示 CLOK 會有一聲 就是風靡音 按OK 再返回 確認一下他是不是1000 因為有時候 環境 會有影響 如果我們在校正的時候 去碰桌子 或是有電風扇在吹 他有時候 他校正的時候會讀取到錯誤的數值 所以他會 就是 校正出來不是1000 對 那如果不是1000的話 我們再重新做一次校正 嘿 就是先排除掉 外在因素 風 或是震動 嘿 那排除掉之後再重新做校正 就可以了 好 所以如果剛才是1000 那就這樣去校正結束了 對 好 嗯 然後還有 還有一個 水 水的部分 因為我們用的是自來水嘛 嘿 那如果是自來水的話 他久了 就是這個水在這邊放 放久了 大概 可能一個小時 他的 這個襯盤 表面會開始有很多氣泡 嘿 那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就是 搖晃一下 我們的襯盤 嘿 就是 把它加起來 稍微敲擊一下 旁邊的 的 水 就是水槽 對 那第二個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加完水之後 然後 在裡面滴一滴的 洗碗精 嘿 洗碗精 因為他的那個 洗碗精裡面有一個 那個 界面活化劑 對 那我們就是 攪拌之後 它上面會有很多氣泡 我們用衛生紙把它刮掉 那之後就不會有氣泡 對 那當然最好的話就是用去離子水 去離子水就沒有氣泡 的問題 嗯 好 OK 謝謝 我們要稍等一下 我們現在水 還在波動 嗯 那 我來做 量測嗎 好 好 量測的話 嗯 量測部分 第一個步驟是 把我們樣品 放到上面的 測量台 好 那 這邊 M是GE 對 GE重量 T是歸零 好 那這個時候 第一個步驟先把我們樣品 放到測量台上 那等它穩定之後 這邊會有一個 刻跑出來 那刻跑出來之後 我們按一下 MGE GE之後它會顯示 就是將樣品放到水中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將樣品 放到水中 那將樣品放到水中的時候 我們可以 先 泡一下酒精 就是用酒精 噴在它的表面上 可以去除掉表面的氣泡 好 好 那壓在水中 呃 顯示克之後 按一下M 它就可以 就是讀出它的 密度跟體積 好 如果發現有氣泡就是在 那如果有發現氣泡的話 我們可以按一下 這個返回鍵 按返回鍵之後 將氣泡 消除掉 這樣 將氣泡消除掉之後 再重新按一次記憶鍵 那就可以得到它正確的密度 那操作完之後 要操作下一個樣品的話 按一下這個右邊的 Enter鍵離開 那就可以再操作下一個樣品 好 完整的教學是這樣子 好